如电影般的激烈交火 却是俄乌战场的真实写照 乌克兰记者深入前线采访 却碰上难以想象的惊险过程 这个被称为庇护所的 乌军阵地主要提供前线士兵休息 不远处一个名为院子的位置 才是用来监控敌军的地点 距离恶军只有600公尺远 拍摄当晚所有人已被炮牺牲 吵得睡不着 原来这里真的很危险 因为不远处的村庄才刚被恶军拿下 不料话才说完 同个地点就感受状况不妙 因为炮火声更密集 研判俄军又想展开进攻 镜头拍下这里从清晨四点起 开始激烈战斗 双方就这样一路从深夜打到天亮情况 继续加温 采访团也拍到有士兵遭蛋片波及 请求支援 最后这组小队整整站了14小时 才撤到安全的地方 今年2月 俄军占领阿富迪夫卡之后 缓慢往西推进 现在更想撤5月9号 二战胜利日到来前 打出新战果 目标之一包含 巴赫姆特以西的战略高地 查苏夫亚 这里是为了重要的 查西弼尔坐在高地上 红色指示最高的高地上 这几天俄罗斯早已加紧 为大阅兵做准备 莫斯科红场已能看到 大量的士兵踏步彩排 甚至有战机冲场喷出彩烟 俄罗斯表面举国欢腾 却从未说明 究竟有多少士兵战死沙场 一些罗斯居民就认为 不该这样大肆庆祝 5号罗斯总统普京还来到教堂 参加东正教父活节弥撒 同一时间却毫不手软加强轰炸 哈尔科夫 周末连两天哈尔科夫接连 遇袭 又有住宅区陷入火海 出现死伤 居民不敢相信 俄罗斯竟然连特殊洁 都不放过他们 乌克兰军情副首长断定 普京也拼仿中前拿到新成果 而乌克兰主要的问题 单纯是缺乏武器 不过专家认为缺兵也是问题之一 乌克兰直到不久前才承认 东部战线告急 俄罗斯房长则夸口今年以来 已夺下乌克兰547平方公里的土地 预估今年夏天对乌克兰来说 只会是场硬仗 约新闻 孙鹏报告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